好 回到第四節了 升旗易得道 說一下說一下 越說越多 本身也沒有想過那麼多 現在好像 有些時間有點逼迫 因為 因為我們有一個話題 剛才說漏了 現在被控制了 不拖不快 事源 就有一個 NGO 就是 他說是一個香港導演來的 那麼 集資了千多萬 逃跑了 那麼這件事為什麼我們要說呢 首先 齊大哥也有負責搞慈善事 一說起他就說很在寒 那麼 他說 香港搞慈善 不是那麼容易的 不是你想做善事呢 政府就覺得你 就會支持你 甚至乎 反過來追擊你的慈善團體 只要你不是政府自己有 不是他認可的 例如明哥 明哥現在就認可了 但是早幾年 被食環處追擊了很多 又說他擺出去又說怎樣怎樣 然後被人搞過停業過 齊大哥不如說一下 因為 我們簡單 簡單說一下那個 那個導演 那個導演 這個怎樣怎樣 拿款走路 沒有啊 總之他就是 就是以這個 做雜資的名義 去到 叫人給錢 結果現在就 不見了 這個人呢 特別的地方就是 其實曾經做過新聞人物 是 報紙呢 我特別看了蘋果 他是沒有說到 整件事他沒有說清楚 當年他做過什麼事 他十九歲的時候 是 這位年輕十九歲的時候呢 是寫 這個潘迪生生癌症 結果被人告的 哦 你記起以前 有過一件這樣的事 有 有一件這樣的事 是啦 就是距離的 就是距離的 原來 以前呢 20年前已經是這樣的了 哦 這樣 這個是什麼記者 就是什麼州份記者 弗州 弗州屬於是誰 是蘋果的 蘋果的 可以說他是蘋果的 臭大的 因為他是以前記者 不過他都 他姓劉的 他姓劉的劉校偉 他在街邊雜資 就是街邊雜資 他也有問政府 拿了資助的 做一些項目的 所以就不是全部都是政府錢 有些就是因為他出了名 有些人夾錢給他開戲 有些是政府撥款 因為政府是一個電影基金的 是的 電影基金的 很少人能夠得到 因為你要懂才行 因為他又要你用香港導演 又要用香港演員 所以劇本也能夠過得到 那你又要本身 如果你是NGO 也會好些 那你要自己出錢一部份 是 那就不要他給你 不是他出錢 政府很喜歡 就是多多多 就是他給你一元 你給你一元 Matching Fund 對 這個人呢 只能夠說一句 我肯定了一件事 就是這個人什麼都未必厲害 但是寫計劃書一定厲害 其實很多這些人 因為根本你要拿到政府的一些 撥款 除了你說是不是 關係之外 其實 通常撥款呢 就給那些 懂得寫計劃書的人 就不是撥款 懂得做的人 陳大哥可以說的 我講一講 但是他所謂慈善團體有好幾類的 是 第一類呢 以前我提過的 我們傳統小時候認識的 譬如說YMCA 小童群益會 公益金 公益金 那些 其實基本上 公益金不一樣 公益金是 在社會言達集資 靠暴行籌款的 那些呢 其實 譬如 信義會 那些都是 幾十年來是政府的拍檔 那些是 提供服務給政府 政府就撥款給他做 那些叫做 subvention 是 即是給撥款 公益商 等於是服務 服務的公益商 在每個社區裏面 這類的服務 確實是老化的 你記不記得 大家十幾年前 就很喜歡找邊青 找些社工在球場 抓小孩子 現在小孩子怎麼下街 全部打遊戲 這個是社會的變遷 要講一些背景 為什麼香港戰後會有 這種 這一類的慈善機構 其實是因為 政府自己根本就給不到那麼多東西 他自己不是那麼多錢 以前香港的政府 都很窮 所以有這一類的服務 他自己搞不定 就要找其他機構去幫他 這一類呢 現在當然是 我上次講過的變質 因為有一筆過撥款之後 就變得上肥下售 我們今天也不要講這一類了 這一類是一大類 第二類呢 就是那些大有錢佬 例如李嘉誠 你自己撥幾百億下去 這些都沒有問題的 這些呢 他們因為自己真是很有錢 社會想貢獻 甚至乎當第三個兒子那麼經營 又開了大學 什麼都有 這些都絕對沒有問題的 第三種有問題的 就是剛才我們說的 就是他成立了NGO 但他本身沒有錢的 他也不是說 過往幾十年是政府的服務拍檔 不是這種 那麼他們呢 就申請了Ad Hoc的Fund 就是每次都是 打散餐 寫Proposal 去拿一筆錢 那麼其實呢 政府撥款給這一類 譬如我已經失落了Fund 政府有另外一個基金 那麼跟著你們去申請 那麼 逢是政府給這些錢出來呢 都是很多規矩的 那麼一單的報三家呀 可能多過五萬元就要報五家呀 跟著全部呢 董事就不能夠出糧呀 你其他人又要出糧的 就要逐個給政府 給個 批額呀 很仔細的 好了 我想說什麼呢 現在這個姓劉的出事呢 其實就是這一類 是 這些人呢其實就很蠢的 你想賺錢呢 不要走NGO的路 因為香港走NGO的路是賺不到錢的 因為動一下就會坐牢 哦這樣的 因為政府其實他 什麼叫NGO呢 本身這些是一間公司 incorporated by Guarantee 他沒有股東的嘛 但是呢就因為 你們所有董事的成員呢 其實他都是一個Trustee 那麼這件事 Johnny就可能要解釋一下 什麼叫Trustee Trustee 其實你是那個 持牌人 但是你就 不是那個舊東西的擁有人 如果你是一個Trustee 其實大家很多人都知道 那些信託 你是有一個致承責任 去管理那個舊東西 如果你是做得不好 其實你那個Beneficiary 那個受益人是可以控告你的 你是有一個很大的責任 如果你是那個信託人 沒錯 既然 這些慈善團體的董事 他有一個這麼獨特的身份呢 其實他那個 在 普通法下 或者在 equity 叫什麼 平行法下 平行法下 平行法之下呢 你的法律責任是很重的 很容易出事的 很容易出事的 所以這些 姓劉這個人 他不學無術的 你看到他根本書都沒有讀完的 那麼他就隨意寫一個 Proposal 他拿這些錢 他就不知道 責任是這麼大的 你有一些conflict of interest 即是你 有些事情 可能跟自己做 你有利益衝突 那你已經是很糟糕了 你就已經是 你半隻腳進去監獄了 其實很容易中的 但是呢 他現在 整個身體 離開了香港 這個就是走佬 走佬呢 這個又相對 如果另外 我想起另外一個 是走佬的那個人 他比較聰明 走到台灣那個 是的 走到台灣或者走到英國那個 他也比較聰明 起碼叫捲款潛逃 他是有個成功案例 起碼先捲款 沒錯 起碼先捲款 那個死肉根本是誰 一個叫十七歲的少女 另一個叫黃台仰 黃台仰 是的 我都想不到 其實你原來是差了 不是呀 即是說 你要前途來香港 有些人 反正走佬了 這個就叫做 聰明一點 起碼要捲了錢 為什麼我亦都說 有時候 Tony 說 我想捲兩萬元出來 派牌 其實 我們做的 當然是固資人好 因為你善心去幫人 是好事 但你也要小心一點 政府未必是這樣看的 為什麼呢 政府會覺得 就是說 你搞事 一方面 搞事也會覺得你搞事 因為他不認識你 他未必會相信你 第一 第二就是說 他覺得 每年我給幾億出來 給那些什麼 東華三院 色食堂 那些什麼 很多機構 去搞這個支援 他們就說 食物銀行 食物銀行有很多種的 有些只是給你拿罐頭的 有些是煮給你吃的 有些是打折頭的 很多種的 那些錢是花了的 但是他們說沒有什麼客戶 哦 或者不夠客戶 那不如我們把地址公佈出來 但是呢 一旦 有些民間 沒有NGO牌的 譬如說 Benson Deng 或者其他人 什麼 明哥 以前的明哥 現在有了 現在做了火半昌志強 我記得 所以他們 沒有牌的時候 你做這件事 有很多客戶 你都排隊了 那政府就覺得 我這邊又在付錢 你未必有客戶 為什麼這裡民間 集資又說有這麼多客戶 那我這些錢 用來做什麼 所以他們會有一個問號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說 社區上面 他們會覺得 你來那麼多人 你搞到我們那裡很骯髒 很多人排隊 很多人睡街 所以你會聽過 他們說派飯的人 政府來不來 地區的人 鎖為了公廁 就逼你們沒有地方睡 充不到糧 就趕你離開 就跟現在麥當勞一樣 麥當勞的廁所 也是不清潔的 特地不搞 甚至乎 你可能 你善心去籌錢 他可能會說 阿哥 你沒有牌的 那我不籌了 我只是給自己 自己掩 所以你掩錢就行 你免了李嘉誠 自己掩錢就好一點 如果你籌錢 籌完錢之後 去買錢給別人 政府可能會覺得 你的錢要向公眾交代 或者你是沒有牌去籌款 那我不籌就行 所以其實 我只是想說 其實在香港 你不是說 你想做善事 說想做就行 首先你要 合法 第二 你又要政府知道 你做什麼 原來有非法善事 這回事 有的 真的 現在才第一次知道 理論上是 譬如說你去 賣些 賣些獎券 而你沒有那個 想覆蓋住 這回事 這回事 當然 現在問題是 我們自己 掩錢出來派販 你就可以 因為你拿錢出來派販 你不是說 有人給我 然後我拿錢去買販 剛才提到 籌錢 籌錢是不行的 那我們不籌嘛 我們從來都不籌 你就可以 如果你籌錢 可能會有重招 其實我去年 開始有一個構思 當時就想著 每個月拿錢出來派販 其實也不是 小問題 但是派販完之後 就沒有了 那時候就想 會不會有 開一間類似的 做那些 平價飯的店鋪 然後 看看能不能 順便派賣 自己賣 可能 門開賺點錢 到時就等於那間店鋪 就可以 自己自負盈虧 養起 慈善事業 其實當時是想這樣的 但是 聽完齊大哥這樣說 這檔東西 只要一開 就很大機會成為政府眼中釘 你又會做了派販 你又不能做生意 那你就是想賺錢 那你想賺錢 食環處來搞你的 你說你40元的房盒 你是不是代了20元呀 哥仔 那我打算賣25 那你25可能也說你代了10元 25可能還要代12 可能是這樣想的 雖然可能 用盡你的努力去幫人 但是 社會或者政府未必是這麼想的 因為我現在看外面的那些 派販 或者買些販票 我看過很多人平均25元 如果2萬元就可以買800個飯盒 每個星期派200個 我覺得 我們可以暫時有個初步計劃 定住每個星期派200個飯盒 首先你要有些義工幫你 那我相信 你要呼籲一下 我相信有很多義工的問題 就是幫助哪一間 因為我們 不希望只是做一個區 我們可能每個地方試一下 例如 19、18區 港島區可能不用 那些人那麼有錢 九龍區 主要九龍新界 九龍新界 黃大仙 尖沙掌你不用派飯 可能由華地開始 一直掃上去 黃大仙 秀茂平 一直掃過去 希望 每個區都可以試一下 但問題就是你要對義工去派 還有幫助哪一間 你不可以試著幫助同一間 我希望 改變方法 因為 如果自己去經營 因為說真的 我本身不是做開醫行 真的擔心自己搞什麼 還有最近我們發生了一些事 我們 如果自己要重新創業 我們又覺得 很吃力 不如先把錢捐住 將來 鬆動一點 我建議你也是這樣做 你只是捐贈人 你不用開餐廳 你開餐廳就很大件事了 你就沒有空做其他事了 我最怕就是 我到時無法抄身去做其他事 我自己 工作又很繁忙 到時 因為自己的生意兼顧不了 我也很怕 所以 現在初步考試 一個月派800個 如果將來 生意好一點 我自己的經濟環境好一點 我也是要多謝 Tony 這個也是要取資社會 融資社會 不只是我的 我們這個 整個台的善舉 到時 如果需要義工 大家 很多人 PIM我報名的 就說想參與 做義工 我們應該先組織一下 這件事 多過先去 行堂 先去行堂 大家有些事要做 又有個組織在 對 因為如果 一搞個飯堂 我其實很怕 到時 我自己的精力要花了很大時間去飯堂 我的生意可能兼顧不了 加上最近我們也發生了一些事 大家也明白 變了 那個計劃 我覺得也會暫時各自 開飯堂這個計劃 捐住錢 暫時 等那個 環境再好一點 才再考慮 這次時間 差不多 因為我們 透過NGO這件事 我經常了解了很多 關於NGO的事 變了 有時候 你想做的事情 可能會觸及政府的神經 我其實也有點怕 尤其是你不是建制派 當然啦 我們也是反貴的 他撥資源給他 政治上是站在政府那邊 你往往不是站在政府那邊 你去做這件事 他未必會認同你 可能會麻煩的 到時可能搞完我們的店舖也有份 所以也是暫時保住 這次時間差不多 下次再談